公厕逆临回窗来看台中市环保局争取环管署补助公厕修缮经费超过一亿三千多万 五年时间是优先的改善公园观光景点等420座的老旧公厕 预计今年8月前再完成33座 同时增设性别友善亲子等厕所来照顾到各个族群 搭棚天花板渗水的水泥地板 公园里残破简陋的厕所到处可见 如今焕然一新 那市府在从108年到现在 大概跟环保署征学大概一亿五千万元的补助经费 那由本府各机关针对公园图书馆 文化中心光景点市场等等 这些人潮众多的一个公厕来进行改善 浅米色瓷砖搭配闽石子墙面设计简约明亮 还有不少贴心细节 包含酒精挂钩置物价等让民众如厕安心又便利 台中市环保局从108年到112年 争取环冠署补助公厕修缮经费超过一亿三千七百零一万元 优先改善市场公园观光景点等420座使用平凡的老旧公厕 预计今年8月再完成33座要翻转公厕脏湿臭的刻板印象 整个里面的瓷砖也都改变了 在使用上面的舒适度有提高 那同时呢我们的蹲侧比也按照现在的规定做了调整 那在这一间一楼的这间厕所我们做了性别友善厕所 那另外也考量多云的使用的一个便利性呢 我们也增加了挂钩扶手还有亲子侧间 还有无障碍空间等等的一个设施 加强通风让这个厕所变得友善明亮舒适 我觉得变得非常干净 然后空间变得很明亮 然后就是使用起来很舒服 尤其是这间的厕所特别干净 而且特别改得很新潮 公厕大变身民众超有感 同时增设性别友善 亲子身障以及混合厕等 要照顾到各个族群 但是更新 实惠到底是一票的 din 当你养民众超有完美朗 年轻误的 已承设性别友善 您 这样 感谢观看